本集由中国土豪协会赞助播出 我们不想和你做朋友 谢谢啊 我叫王大锤 每天都是从五万多平米的窗上醒来 面对两百多名漂亮的女仆 然而我并没有因为富有而感到快乐 我只希望能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 走开 你们这些该死的钞票 走开 不要再烦我了 什么时候才能得到真爱呢 今天我来这家公司视察 我的家族有十一家这样的公司 两百多亿个这样的宝鸡小妹 什么玩意儿 少爷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这他喵的不算故意算什么 对不起 把您的衣服弄脏了 我的喵的都吐血了 衣服有什么好关心的 我这是意大利手工缝制的全球限量版 很名贵的 总之是很名贵的 把您卖了都赔不起 我是正经的宝鸡小妹 不是出来卖的 别以为有几个臭钱 就可以见到我的尊严 竟然有人敢对我动手 从未有过的感觉 难道这就是爱的心跳 一定是的 像我这种土豪 对这种身份卑微 不善打扮 却擅长抽烈耳光的平凡女子 简直毫无抵抗力 你也不做 做我女朋友吧 不行 我不是那么随便的女孩 你还没带我做豪华 有挺环游世界 没有在两万英尺的热气球上强吻我 没有在铺满玫瑰花的田野里 向我去爱 还有我们要无理取闹地吵架 和好 决裂 再吵架 再和好 这样我才能做你女朋友 哦 这么麻烦 那算了 再见啊 等一下 不要走 我发现 就在你转身的那一刻 我已经爱上你了 真的吗 我终于获得了真挚的爱情 你们不能在一起 大妈 你谁啊 吹吹 虽然我们从未见过面 但我们是青梅竹马的恋人 没结果面算 哪门子青梅竹马呀 乱有成与夫分滚醋好吗 我这么漂亮 而你却为了这样一个打扮吐气 又胖又丑的女人抛弃我 我到底哪里不如她 还和很多男人有一腿 不信你看 这PS技术也太扎了吧 陷害也拜托稍微用掉心好吗 且不说你是否有做坏人的天赋 就凭你治智商和长相 我死也不会喜欢你的 说吧 你要多少钱才肯离开我的垂垂 我和小妹是真心相爱的 真爱是无价的 五十六块五 药价居然这么精确 还这么便宜 给你六十不用找了 谢谢 大水我们分手吧 再见 小妹不要走 不是说好要做彼此的天使吗 为什么我看什么都感觉像在看小妹 我果然是个又有钱又痴情的优秀男子 你有一封信邮件 请注意查收 亲爱的垂垂 我离开你并不是因为钱 而是因为我得了血管神经间歇性头痛 筋脉曲张引发的腔筋脉壁塞 开放性便秘 前列腺内膜脱落 二十一三体综合症 中毒中二病 我不想因此拖累你 希望你找到更好的人 得到更幸福的生命 再见 垂垂 这就是写的真特么丑啊 他一定是得了绝症 想故意把我气走 一定是这样的 也许我永远也见不到小妹了 好难过 赵燕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 太好了你还在 虽然我们已经分手了 但是我还是那个爱港精业的保洁小妹 亲爱的 不要离开我 就算你得了血管神经间歇性头痛 静脉曲张引发的腔筋脉壁塞 开放性便秘 前列腺内膜脱落 二十一三体综合症 中毒中二病 我也不会离开你的 我一定要和你在一起 我叫王大锤 万万没